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突發!以色列擊斃黎巴嫩哈馬斯領導人 詭異 藏什麼?中共通知撤離 多人吐血 王者嘴臉發黑 2027、2035、2049三個年份 為何對習近平中共國有特殊意義? 日益嚴峻 中共國經濟面臨重大挑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9月30號 星期一 我們的主頻道每天發布6到7個視頻 我們也會把主頻道的視頻鏈接發到副頻道社區 獲取被忽視的關鍵信息 做出最佳選擇 我們的報導 祝您看清真相 規避風險 歡迎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突發!以色列擊斃黎巴嫩哈馬斯領導人 哈馬斯確認 9月30號以色列的空襲中 哈馬斯在列巴嫩的領導人 發塔赫‧希里夫‧阿布‧阿明及其妻子 兒子和女兒上升 另一激進組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表示 其3名領導人也在貝魯特市中心的空襲中身亡 這是貝魯特首次在此輪衝突中遭受空襲 以色列空軍夜間針對珍珠黨在貝卡古地和南部城市提爾的據點發動攻擊 造成大規模傷亡 據列巴嫩政府稱 僅9月30日當天就有105人在空襲中上升 美國尊促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列巴嫩衝突 但也已增加了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 拜登表示 將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 以避免中東爆發更大規模戰爭 殘詭異 中共通知撤離 多人吐血 亡者嘴臉發黑 中共官媒央視新聞28日報導 9月24日 青海海西州格爾穆市郭勒穆德鎮 鹽橋北路 鹽橋村亦炸油坊和亦養生館發生一起有害氣體中毒事件 格爾穆市發布通告稱 經核實 有毒有害氣體 經住戶下水管液散 共造成兩戶7人傷亡 其中6人搶救無效去世 一人送醫救治後康復 目前具體原因還在進一步核查 據《百姓關注》報導 鹿鹽橋村裡一位商戶稱 當天晚上在屋裡聞到一股雞蛋皮燒焦的味道 不久後被村裡通知 要求撤離 部分去世者的親屬小靖28日告訴紅星新聞 9月24日晚 小靖爺爺在家上廁所時暈倒 嘴裡都是血 小靖叔叔趕緊將他送到醫院 隨後小靖嬸嬸也暈倒 姑姑接到叔父電話後 帶著他女兒去救嬸嬸 可姑姑趕到時 發現奶奶 嬸嬸和叔叔都倒下了 姑姑和他女兒想去救人 最後也都暈倒了 小靖表示 爺爺第一個暈倒 後面暈倒的人是陸陸續續去救爺爺的時候中毒的 他們沒想到自己也緩不過來 一共6人中毒 爺爺搶救過來了 奶奶 叔叔 嬸嬸當場搶救無效去世 姑姑還有姑姑的女兒進了ICU 在9月26日去世 小靖及其家人表示不解的是 下水道為什麼有毒氣 為何會短時間內致命 小靖表示 24日中午 嚴桥村附近能聞到刺鼻味道 目前其去世的家人已全部安葬 釋放後嚴桥村部分道路被封 上游新聞抖音號視頻中 眾讀者家屬張先生說 之前進去的都沒有這個意識 所以就直接進去了 進一個倒一個 五個人全在家裡暈倒 而且那個毒氣威力特別大 每個人都吐血了 遺體我也看到了 臉是黑的 嘴唇也是黑的 就是從下水道出來的氣體 下水道每家每戶是連著的 對此 青海網民質疑 我是戈爾木的離我家這裡有幾公里 我前天聽說了 但是24日發生 為什麼28日官方才公開 本地媒體沒有一個敢報導的 官方好像有點怠慢的感覺 都發生幾天了 好幾個人呢 2027、2035、2049三個年份 為何對中共國有特殊意義? 10月1日 中共建政75週年 距離2049這個百年奮鬥目標還有25年 BBC報導 中共體系中計劃之首無處不在 關於設置各種時間點 比如第14個五年計劃 2035遠景規劃 最近的是2029年前 實現20屆三中全會改革目標 但展望未來25年 三個年份反覆湧現 2027年、2035年和2049年 他們各自被中共賦予了目標和意涵 但實現起來也非意識 有的甚至挑戰嚴峻 對於習近平而言 2027年是一個建功立業的絕佳節點 8月慶祝100週年建軍節後 10月召開21大 可能開啟習近平第四個五年任期 如21大前能取得重要的歷史功績 那麼第四任期或面臨更少阻力 實際上 習近平確實在反覆強調2027年的重要性 稱要到2027年實現建軍100年奮鬥目標 全面提高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 發展利益戰略能力 與此同時 台海形勢不斷惡化 共軍環台軍演的規模越大 貧刺越密 直至兩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和阿奎利諾先後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 中共將在2027年之前完成具備武力侵臺的準備 讓2027年攻臺之論甚囂塵上 2035年習近平82歲 2049年他將96歲 中共建政以來習慣於設置各類時間節點 近至三年之後 遠至100年後 習近平上臺後 也設置了一個新的時間節點 2035年 2035年屆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同時提出八條更細的目標 包括國家治理 生態 國家安全體系等 普遍的觀點認為 這個被人為創造出來的時間點 最大的意義是習近平在執政生涯最後總結的高光時刻 2049年是當前中共去世裡最遠景的目標 而且被極代領導人反覆強調 稱用10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49年最能推測的就是老年化程度 因為2049年時的一位26歲青年 當下已經出生 2022年進入人口萎縮時代 減少85萬人 2023年 跌幅進一步加深至208萬人 美國威斯康縣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向BBC中文表示 這個數據揭示了一個必然會到來的危機 易富賢測算 2035年左右 中國人口將迎來第一個分水嶺 此前中國的人口仍然比美國年輕 之後老齡化程度超過美國 到2049年 中國將迎來老齡化危機 日益嚴峻 中國經濟面臨重大挑戰 阿波羅網Function報導 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衝擊與未來展望 臺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 近日在油管節目《政經最前線》中指出 除了國內的經濟問題外 中國還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國際環境壓力 其中 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了巨大衝擊 自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來 美國對中國多類產品加徵關稅 大大壓縮了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份額 這不僅導致中國的出口下滑 還促使部分製造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 如越南和印度等 進一步削弱了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地位 同時 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也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美國通過一系列限制措施 阻斷了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 通信技術等高科技產品的渠道 這種技術封鎖極大的限制了中國在5G 人工智能和芯片製造等領域的技術進步 使得相關企業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和發展瓶頸 不僅僅是美國 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也日趨謹慎 儘管歐盟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在全球化進程中佔據了重要地位 近年來 歐洲對中國在市場准入和技術保護方面的政策提出了更多質疑 中國企業以低價競爭策略進入全球市場 給歐洲中小企業帶來了較大衝擊 促使歐盟加大了對中國進口產品的審查力度 逐步採取更多限制性措施 此外 外資撤離也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大考驗 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選擇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至其他地區 這不僅削弱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傳統優勢 還使中國失去了大量外匯收入和就業機會 特別是中國出台的一系列涉及國家安全的法規 如《反間諜法》和《數據安全法》 進一步引發了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環境的信任危機 這些措施雖然旨在加強國家安全保護 但也讓外界對中國經濟的開放度產生了更多疑慮 整體看來 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已逐漸顯現 如何在國際壓力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成為中國未來急需解決的問題 請大家多多傳播和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內容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主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下下拉 有主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主頻道訂閱 加入會員和贊助鏈接 我們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